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明,继续给大家报讲苏俄的迪爱群英 上次我们说到,红色苏维埃为了控制中东铁路 就和张作霖以及日本人展开了三方的明治暗斗 于是呢,就爆发了缝隙历史上,唯一一起涉苏的高层间谍案 那么其中所涉及的缝隙高层呢,是两个人 一个人名字叫杨卓,一个人名字叫杨武京 这两个人中呢,杨武京的人生履历是比较清楚的 他是张作霖当时的参谋长,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证明红色苏维埃的情报机关招募了杨武京 杨武京受命要举行奉天起义,夺取奉旗的政权 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 那么奉天暴动,他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建立满洲人民共和国 很明显呢,这个满洲人民共和国将受到红色苏维埃的控制 而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的正是杨卓 不过呢,这个行动计划被张作霖的情报机关所查获 因此杨卓和杨武京这两个主要的密谋者都被张作霖杀死了 不过尽管杨武京的来历非常的清楚 可是在这个杨卓的身上却充满了谜团 按照缝隙官方的说法呢 杨卓出生于1887年 关于他的机关非常的不清楚 有人说他是北京人 有人说他是东北人 也有人说他是山东人 唯一清楚呢,就是他从小被俄罗斯贵族带到了俄罗斯 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精通几国外语 他回到中国之后 因为是俄国通 所以被张作霖看中 由参谋、边方处长、中俄会议、凤方代表、凤俄会议委员 主要谈判代表一路高升 而且升天的速度非常快 他坐的最高位置是中东路五人监视会少将监视的位置 不过杨卓回中国之前 在俄罗斯的履历 也就是1918年前后 完全是空白的 而在缝隙的官方说明里 杨武京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是受到了红色苏俄情报机关的招募 但是关于杨卓为什么投向红色苏俄 并没有给出 确凿的证据和准确的说法 那么近些年呢 杨卓的孙子杨刚 一直在追寻关于杨卓的真相 那么通过资料的收集和照片的比对 基本上很认定 杨卓他并不是背叛了缝隙 而杨卓本身就是红色苏俄情报机关 派回到中国东北的情报人员 我们这里呢要强调一下 我们不能简单的 因为杨卓是帮助红色苏俄 来获得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而认为杨卓就背叛了中国 早期的共产主义政权 它的目标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 推向全世界 那时候最经常喊的口号 就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 所以呢 红色苏俄 在很多共产主义者的眼里 它并不是代表 单一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 而是代表着一个终将推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权 因此呢 为红色苏俄服务 这并不是为单一国家服务 而是为超越国家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服务 那么杨卓很明显就是这种想法的代表 杨卓的真名呢 叫做包青山 因为是音译 所以有时候呢 也会被写成包青山 1961年的时候 苏联的军事出版社 曾经发行过一套 名为内战英雄的明信片 其中汇集了布洛赫尔 弗隆之 布琼尼 恰巴耶夫 等30多位非常著名的早期红军指挥官 而与他们并列的 赫兰有一位中国人 这就是在苏俄内战时期 驰骋于北高加索 顿河流域 和中亚撒马尔汉等地的传奇英雄 包青山 在五六十年代 苏联研究十月革命 和苏俄内战中 国际主义战士的著作里 几乎没有一篇不提到包青山的 包青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式的英雄 不过在苏联的明信片上 包青山的形象呢 外表俊朗 斯文 气质上更像是一位文人 不过他的眼光中 透着刚毅和坚定 关于包青山早年的经历 现在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记载 只知道他的俄国名字叫做 科斯加 1887年生于沈阳 据说他很小的时候 被一位沙俄将军 或者也有可能是沙俄的地质学家 或者旅行家 带到了俄国 住在高加索 曾经在地比利斯的一座 教会中学里读过书 还有人曾经说 他曾经在远洋轮船上当过水手 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 据说包青山的英语 和他的俄语一样好 总之呢 关于他早年的说法很多 十月革命之前 他曾经在 彼得哥勒的一家工厂做工 那么十月革命一开始 他就投身于 非常赤色的洪流 1918年3月 红索苏维埃在顿河和库班 取得了胜利 3月17日 吉列克人民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培亚基哥尔斯克开幕 以该地区各民族的名义 宣布成立吉列克苏维埃政权 7月5日 在叶卡捷林诺达尔 召开了北高加索苏维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 宣布联合库班 黑海 吉列克 斯大夫罗布尔斯克等地 统一组成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 并且并入到苏维埃俄罗斯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当时在这个地区 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 就是后来因为被刺杀而引起肃反的基罗夫 吉列克地区人民苏维埃的所在地 设在弗拉吉高加索 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是诺伊·巴奇泽 不过这个刚刚成立的苏维埃政权 一成立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他所面对的 正是白卫军著名将领邓尼金 以及顿河哥塔克 所发起的疯狂的进攻 当时白卫军攻占了提库列斯克 接着呢 又扑向了耶卡捷林诺达尔和斯塔弗罗布尔 当地的红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不得不退往高加索身躯 那么很快呢 又从当地的居民 工人刺卫队和游击队中得到了补充 这个地区呢 有很多的华工 他们也纷纷加入红军 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 像那个时候领导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游击队的领导人 特里奇亚科夫就曾经回忆说 在行军路上 现在已记不得准确的地方 我们碰上了十个衣衫褂褛 面有激色的中国人 他们看见我们帽子上缝着的红色标志 也不躲藏 他们说 他们是从波里蒂涅波罗维耶的黑特曼政权下逃出来的 在谈到当时的乌克兰白卫军政权统治者的时候 这些中国人说 那是一群坏蛋 他们非常坏 不喜欢中国人 杀中国人 所以这些中国人就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 但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谁是司令 这个司令是怎样一个人 当时支队和团的领导人是选举产生的 所以当时中国人提的问题 在我看来是十分自然的 我告诉他们 我本人是哈尔科夫的工人 我父亲也是一个工人 工人希望让我领导游击队 因为我曾经在大战前线 由于战功 次次荣获英雄十字勋章 我是一个有经验 懂得军事的人 那么一个俄语 说的比别人都好的中国人 把我说的全部情况 告诉了他的这些同乡 他们顿时活跃起来 他把手伸给我 说道 工人好 中国人参军要不要 我回答说要 于是 我们的队伍上 又多了五十多个中国人 当时在弗拉基高加索 有一个中国国际支队 只有八十人 领导人的名字呢 叫做刘希 刘希的年纪不过是三十岁 他组织中国支队 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还负责执勤 保卫车站 电台 政府机关 和军用仓库 这个支队呢 是当时捷雷克 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 那么随着特列奇亚科夫 游击队的中国战士 也加入到这个支队 他们很快发展到了五百人 这些中国战士们呢 每天进行政治学习 军事科目训练 尽管他们远离祖国 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 他们还是会举行庆祝会 举行自边自演的文艺晚会 还举行睡觉比赛 射击比赛等等 基罗夫呢 也经常到中国战士的营地 来做客 随着弗拉基高加索附近的华工 纷纷来参加红军 所以呢 当地苏外政府 决定正式成立中国营 也正在这个时候 包厅山来到了弗拉基高加索 那么包厅山 是奉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指示 赶到北高加索地区的 因为这里的华人工人 大部分都并不精通俄语 那么包厅山这位华人的俄国通 自然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包厅山被任命为中国营的营长 刘希呢 任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刘法来任第二连连长 基洛夫亲自参加了中国营的授旗仪式 他亲自把军旗交到了包厅山的手里 在讲话里呢 基洛夫说 你们为争取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战 为争取被压迫的中国的自由而战 包厅山代表中国营全体指战员 制达词 他说 我们宣誓我们要成为忠诚的革命战士 珍惜和保持红旗的纯洁 帮助俄国的士兵和农民 为争取人民政权而斗争 据包厅山的战友们回忆 他当时经常穿一件皮夹克 头戴布帽 他和基洛夫的关系非常的要好 他的烟斗和腰间的手枪 据说都是基洛夫送给他的 包厅山本人呢 待人和蔼可亲 在战事当中享有着很高的威信 尽管他和大多数的怀然相比 拥有着丰富的知识 但他从来不以自己的知识而摆架子 总是和战士们亲热地打成一片 所以呢 当时中国营的战士们 都把这位沈阳人 当作是一位老大哥 到北高枷锁之前 包厅山从来没有带过兵 但他本人非常善于学习 他和副营长刘希一起 为中国营制定了详细的条令 按照条令呢 战士们有着规范的坐骑制度 士兵们离开营地 必须请假 营地必须保持清洁 每天必须坚持严格的军事训练 虽然包厅山非常关心士兵们的生活 但同时呢 他治军也非常严格 有一次 他发现几名战士违反规定 公然的玩牌 他立刻就宣布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从那之后 战士中再也没有人敢于公然的违反几率 有历史资料显示 即使是当时任乌克兰 南俄罗斯和高加索特派员的 奥尔朱尼泽 想要进入中国营的军营 也必须提前通知 得到批准之后 才可进入 包厅山本人呢 据他的战友说 英文无比 机智果人 他有多次的出生入死的经历 被他的战友们所称道 居然有一次呢 他曾经被白卫军戈萨克俘虏了 关在一座教堂里 院子里几个被俘的红军战士 撑到挖坑 后面呢 站着十多个白卫军 合枪实弹的监视着 准备将这些红军俘虏全部枪杀 就地掩埋 包厅山当时看到院子里的白卫军 大概有十五六个 所以呢 就对和他一起被俘的 一位红军军官卡巴泽说 坑块刮好了 反正都是死 我们跑了 就在这位红军军官 还没有反过来的时候 包厅山大吼一声 一下子就跳过了砖座上 固定有铁毛的一米半高的围墙 冲过街道向河边跑去 随后的那些红军也跟着跑了出来 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 在白卫军还没有明白 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很久之后 卡巴泽回忆说 他永远忘不了当时 包厅山那令人震惊的大喊声 就像是丛林里的猎手 草原上的骑手 纵马像敌人射击时 所发生的那种吼声一样 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这位在俄罗斯大城市里长大的 外表斯文的科斯加 到底怎么会发出 如此惊人的喊叫声 有一次呢 卡巴泽就问包厅山 他大吼一声的目的是什么 包厅山回答说 我不过是想吓唬他们一下 这让我们好有机会逃走 1918年夏天 北高加索的白卫军格萨克 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7月份 白卫军的将军 比希拉霍夫 先后占领了摩斯多克 纳尔齐克 和交通枢纽 普罗赫拉德内伊车站 北高加索和俄罗斯中心的联系断绝了 这里的红色苏埃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8月份 叛乱的白卫军 在山河上校 北里科夫 索科洛夫 吉比洛夫等人的率领之下 攻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室内 当时这里正在进行吉列克苏维埃人民第四次代表大会 会议是由阿尔中尼泽亲自领导 会只设在城郊的五位中学大楼 白卫军出其不意的冲击大会 想要抓捕与会的全体代表和阿尔中尼泽 不过他们打算落了空 红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 不过在这次作战中 吉列克共和国苏维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巴奇泽齐升了 而保卫吉列克红色苏维埃的数次战斗也就此展开 那么包青山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又如何呢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介绍